哈囉,我是Key,目前在台南梳化這邊要幫客戶做日立冷氣的室外機的外殼的更換 那早期呢,這個外殼塑膠的關係加上日曬呢,它都脆化掉了 所以我們去申請一個新的面板料件,然後準備把它做更換的工作 那貼紙的話,我們就不把它撕下來到這邊了,因為原廠也有骨貼紙的部分 在這之前呢,客戶也有先用網子去做防護,避免衣物掉進去 然後造成沖山葉片、受損相關的動作 那我們這個材料也請了幾個月以後下來,剛好來幫客戶做更換 那我們先將沙網的部分把它撕掉 放完卸掉之後呢,因為這塊呢,有一個散蓋 然後蓋子上面把這樣蓋子拆下來 蓋子打開後呢,你可以看到這款機器電控盒子在金屬外殼上面 然後這個面板的部分呢,有被散蓋蓋住 那所以有顏色,它是原本的顏色,然後這已經是脆化膠的顏色 那我們要將這個面板拆起來 因為距離的關係呢,我們要使用到90度的轉換器 然後去拆下面的螺絲 目測呢,它有兩個下方固定螺絲 然後我們把它從下面把它取出來 然後把它貼到新的上面 然後這個整個都破損掉了 然後這個整個都破損掉了 都碎化掉了 在機器裡面的太快 叫陰棉的部分喔 這個我們要把它取下來,然後貼到新的上面 原本呢,相對位置的地方呢,把它貼上去 這個就我們就取下來 那同時呢,我們要將內部啊 那些原本髒的這些斷裂的葉片 把它清理掉 在這些動作的時候啊,我們都是先做斷裂的處理 避免機器 帶電的部分,讓我們操作所發生的狀況 好,拿這裡面的 我就先把它拿掉 那些碎屑啊 有可能在運轉的時候 風扇 運轉的時候把它 風力太強的時候把它打起來 打到葉片 也可能造成葉片受死了 目前內部的話,就沒有這些髒東西了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要將新的 塑膠蓋板的蓋位去 那這邊也跟不鏽鋼的彈簧片喔 是增加附著力 那 裝的時候呢,上方有兩個卡索 先把它固定手 上去之後再裝到旁邊 蓋上去之後呢,這部修鋼的彈簧片要壓進去 然後 內靠 確認一下下方 要調整一下 在中間的部分 要稍微拉 往下拉一點 因為 新的蓋子 密尿度比較好 所以 在中間下方的時候 要稍微把 塑膠呢 稍微拉扯一下 然後再將螺絲鎖回去 這個洞呢 要再稍微推一下 好 OK 然後我們將外圈的螺絲固定完以後 我們要向上 蓋上去 復原 再從中間的蓋子 再將蓋子 蓋上去 剛才會把圈子 放在中間的部分 先把圈子 把圈子 放在中間的部分 換好了 那在這邊呢你可以看到 這都是新的 那可以再耐個幾年吧 太陽曬 台南這邊日曬比較好一點 所以塑膠比較容易催好 不過換新了呢 原則上又可以撐得 不到死 那以上呢就是我們在做 利能器外機的塑膠口更換的部分